第二天上午,莫小瑜獨自打車去了機場 事前已經聯繫過蔣玉然 他已經在機場等著莫小瑜 我還以為你不來,沒想到你也挺準時的 見到莫小瑜出現在貴賓後機室的門口 蔣玉然的心終於放下來了 唉,答應了應種的事,我怎麼可能不去 那不是失信於人嗎? 再說吧,應種剛剛幫了我一個大忙 我怎麼都不可以在這個時候放飛機吧 莫小瑜坐在蔣玉然的身邊就說了 還有幾分鐘才上機,不如出去吃煙吧 莫小瑜在望貴賓室裡面還有幾個人 意識到蔣玉然可能有事要說,在這裡不方便 於是下了下頭,和蔣玉然一起出門 後機廳的露台上面,成為了吸煙者的天堂 在這裡吃煙最大的困難,就是點煙比較麻煩 風很大 應種有什麼吩咐? 唉,這壇事可能有點棘手 外面吹了風,想插著腳過來的不止我們一家 不過現在大家都沒有輕舉妄動,暫時靜觀其變 喔?看來這一次不是什麼好賣賣 好東西怎麼都會有很多人看著 對方在哪一方面 這個就不清楚了 只是有個這樣的消息 一切都要等下才可以確定到 怪就怪這東西太張揚了 前段時間太王大壽 這件事作為賀禮要送給國王 不過可能清覺不穩吧 太王沒有收到任何人的賀禮 這件事原封不動退回來 不過一來一回,整件事就變黃了 比國際上很多大道都看中的 這樣看起來,這件事很值錢? 計算人民幣的話 一千五百萬左右 都挺可觀的 莫小如心想 哈哈,當然是非常可觀 這麼值錢的東西 只是出動幾個人就可以拿回來 世上哪裏有這樣的好事 英康寧的算盤打得真是好 唉,的確是很吸引人 蔣玉然望向莫小如 掌唇動了一下 好像是知道莫小如心裡想著什麼 英庄的意思是 今次你的居馬費加倍 兩百萬 莫小如望向蔣玉然 見到對方的面色如常 就好像這兩百萬只是幾百元 鬼知道英康寧到底有多少錢 又有多少這樣的稀勢珍寶 蔣大哥 我不明白的是 應總廢盡心思搜羅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光明 那不是等於自己收著來玩 不可以視之以仁嗎 老闆在想著什麼 我還是很清楚的 再說了 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共注於眾的 整個地球這麼大才有多少博物館 其實很多東西都在私人手裡 看見面 那些不見得光的財寶 多過你見到的多多聲 莫小如沉默不語 認真地想著 的確是這樣的 日本人在二戰時期 從中國和東南亞 略奪了多少的精美藝術品 但是現在除了少數在日本的博物館裡面 展出之外 大部分的東西都在日本皇室 和私人收藏者的手裡 可能在某個晚上 獨自一個人躲在家的床寶室裡面 獨自欣賞著那些珍貴的字畫 和瓷器 以及青銅器 雖然這些藝術的光芒 難以見光 但是只要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你鬼得這麼多嗎 蔣大哥 你見過英種的藏品嗎 莫小如突然問了 蔣玉然一疾 誰即便笑了 你想去看看他收藏的話 不如自己跟他說吧 這些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蔣玉然答非所問 但是比莫小如的感覺是 蔣玉然也未必見過英康寧的藏品 這樣就真的說不過去 蔣玉然在英康寧的收藏裡面 起的作用顯然異見 莫小如不信英康寧會這麼孤寒 蔣大哥 看來你還是不信我 算了 你繼續吸煙吧 天氣冷 我回去亂一下 莫小如說完 就轉轉回到後機大廳了 想不到回到後機大廳 剛好遇到一對空姐 拖著拉桿雙樂班 哇 嘖嘖嘖嘖 真是一道美麗的風景 但這個時候 莫小如卻看到一個年輕人 捧著一束花 迎向其中一位空姐 莫小如仔細一看 咦 發現那個人居然是龍文河 而且兩個人好像很熟 一點都不被委 大廷講眾之下 居然還喊起了 莫小如的手 捏著拉桿雙桿捏得很實 哈哈 看來羅街的擔心 不無道理 莫小如找了個相對安靜的地方 給陳希打了個電話 並且把自己剛剛拍到的照片發了給他 喂 這照片收到了 這個龍文漢 真是壞人 姐姐還拖著她的兒子 他居然在外面偷吃 接通電話 陳希忍不住就罵了 唉 看來羅街的擔心不無道理 陳希 我要出門幾天 你去找羅街 將這件事跟他說 叫他自己拿著耳 想想怎麼辦 忍? 羅街如果忍到就奇了 我看這件事真麻煩 先不要告訴他 陳希不忍心地說 你還是早點跟他說 如果他不想要這個BB 還是可以下去 時間太久 等個BB生了下來 再後悔就遲了 你還看不出來嗎? 戒戒變了 你和我都不了解他到底是怎樣想的 還是叫他自己拿主意呢? 陳希沉默了一陣 算是默認了 這樣的事 任何一個女人拍戲都難以忍受的 那我真是說了 嗯 如果他有什麼事 叫他直接用你的手機 給我打電話 或者發郵件都行 這個時候 龍文漢一點都不知道 一個巨大的災難正在找人 開著豪車 拖著穿著空姐制服的美女 他辭聰在機場的高速上邊 酒店的房間都已經開好了 就是等著他剛臨 走吧 是時候上機了 還要轉機上海的 起碼都坐成幾個鐘那麼多 蔣玉賢拉著箱 走了過來 莫小儀點了點頭 沒有出聲 蔣玉賢見到莫小儀的情緒 不是很好 以為他還在為剛剛的事耿耿於壞 不由得說 其實英總這份人都很好說的 有些事我不方便出面 你看一下也沒有壞 我想英總不會那麼小器 今集就到這裏結束了 大家聽了那麼久 你最喜歡 哈哈 還是算吧 人家是老闆 你和我都是打工的 不要搞到這麼難堪了 莫小儀勉強地笑了笑 英總這份人挺好的 你接觸下去就知道 他真是當我親生兄弟 你也一樣 而且這一局 收到訊息之後 他都很猶豫要不要繼續計劃 是我硬要來的 他都明白 一旦有其他勢力介入 就不單純是偷的了 很可能會發生衝突 這些事情 我們不是那麼擅長的 所以這次雖然來了 原則上 飛到必要時候是不動手的 最多不要的 蔣玉賢就說了 莫小儀額側額側 對這次的計劃 他亦都是憂心忡忡的 而且還要聯繫喬世的人 去找鋼頭師 自己來泰哥 不過不是單純為了英康寧的事 經過幾個小時的轉機 終於算是平安落地了 但一落飛機 莫小儀熱到 唉 咦 就脫衣服 脫到剩下的T恤 頭頂上還有火辣辣的太陽 幸好 英康寧的人來機場接了他們 莫小儀坐在後座 沒事就向外邊網 想不到居然見到一個熟人 雖然坐在的士裡面一閃而誓 但莫小儀還是認出了對方 唉 司機 跟著前面那部的士 莫小儀就對司機說了 什麼事 蔣玉賢很好奇 喔 見到一個熟人 跟上去 蔣玉賢也都命令 司機隔著車 跟在那部的士的後面 蔣玉賢望望莫小儀就問了 熟人 那打個電話就可以了 不是朋友 剛巧 這樣就有可能是敵人了 這邊的情況如何 莫小儀就問了 蔣玉賢望向司機 司機望了望蔣玉賢 這樣才回答 喔 至少有兩百人在看著這件事 其中一方是日本人是不是 喔 是啊 我們也是剛剛知道的 司機就回答了 蔣玉賢望向莫小儀 一副詢問的神情 我剛才見到一個女人 我在香港見過她的 她就是跟在綁架俄老師的那個日本老坑身邊的女人 這次又來了泰國 而且剛好又是在這個時候 我想很可能也是為了同一件事來的 莫小儀在那裡沉飲 日本人 唉 如果這件事去了日本 那就不用再重建天日了 日本的收藏家很奇怪 他們很少拿東西出來埋 就連拍賣會都很少收到他們的東西 唉 有日沒出 唉 那我們就志在必得了 英康寧的這個司機 實在是對曼谷的道路不夠熟 遠遠趕不上那部的士的熟悉程度 在一個轉彎那裡 莫小儀下車 搭了一部的士 去跟蹤日本女人坐的那部的士 莫小儀見到那個日本女人 在一間酒店前下車 還拖著行李箱的 好像是剛剛下機一樣 等了幾分鐘 莫小儀才下車 走進了這間酒店 見到那個女人 剛好辦完手續走向電梯 莫小儀坐在大廳裡 看著來來往往的人 心想 只要他住在這裡 等待會一定會出來吃東西吧 難道是他一個人來的 想到這裡 莫小儀想起了白鹿 唉 自從香港一別 就再都沒有他的消息了 雖然自己不想招惹他 但這個女人 畢竟是那個老坑的隨寵 說不定那個老坑也來了泰國 喂 找我做什麼啊 白鹿接了電話之後 在那裡問 喂喂喂 哈 我說你啊 這麼長時間沒見 你就不想念我嗎 你不跟我聯繫 我就跟你聯繫 你還這麼兇 唉 我真的自己找回來 莫小儀就在這裡叫冤 你知道就好了 沒事就是這樣 我現在沒有空跟你聊天 我在這裡忙著 唉 得侄啊 你還記不記得在香港那時候 那個日本老坑 莫小儀壓低聲 看了看周圍就問了 石田楊萍 做什麼啊 為什麼忽然提起他啊 白鹿果然精神一震 好急地問 他可能在泰國啊 在泰國 有什麼可能啊 他不死啊 都脫皮啊 怎麼可能會出現在泰國啊 啊 你在泰國 白鹿瞬間就反應過來 立即問了 是啊 我在泰國 今天剛剛到的 莫小儀實話實說 你去泰國做什麼啊 哈哈 去看看人要啦 去旅遊啦 不行啊 你真的見到了石田楊萍 沒有啊 我見到上次去身邊的那個女人 我在機場見到的 剛才一路跟蹤 到了一間酒店 我想他既然來了 那條老坑 可以不來嗎 莫小儀就好像自言自語這樣說 你看看你的手機 是不是這個女人 白鹿一路說 一路操作電腦 被莫小儀的手機 發了張照片過去 莫小儀吸了電話 等了一會才下載院 一看確實是自己見到的這個女人 不用一會 莫小儀的手機響了 喂 就是他 什麼來頭 那個叫做石田楊萍的日本老爺 是祖道田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是金白俠計劃的高級顧問 那個女人叫做 宇田愛 是石田楊萍的學生你 也是金白俠計劃的成員之一 你小心點 那個女人很狡猾 白鹿就祝福了 明白了 沒事 那我吸了 回酒店洗澡 晚上要去看人妖 莫小儀都還沒說完 白鹿就已經吸了電話 你認為他說的是不是實話 白鹿吸了電話 把手機放在桌上 對面坐著的是他的上司老王 我不知道 但我想他沒有必要騙我 根據我們的消息 石田楊萍那對手臂截了肢 沒有半年的時間 沒有可能恢復行動 但這個宇田愛 他去泰國做什麼 白鹿自言自語地說 金白俠計劃的人員 都是嚴格篩選的 他們的任務 就是為了令到金白俠計劃 不折不扣地執行下去 所以宇田愛去曼谷 肯定也跟金白俠計劃有關 否則實在說不通 那我馬上去一趟泰國 我不想放過任何一條線索 老王並沒有立即同意 而是在屋內不停地度來度去 過了五分鐘 這樣才點頭同意白鹿的要求 宇田愛間房的窗簾被掀起了一角 一個男人看著樓下 直到莫小魚的身影消失在的士裏面 這樣才靈轉對宇田愛說 你的計劃是成功的 中國大陸方面肯定會派人來找我們 就到這裏結束了 大家聽了這裏 大家聽了這裏 宇田愛表情凍冰冰地說 男人沒有再多過什麼 起身開門離開了 宇田愛在包裡拿出筆記簿 接了網絡之後開始聯繫其他人 莫小魚被蔣玉賢打電話 問清楚住的酒店地址打車過去 自從在巴黎和香港遇到語言不通的問題 回去之後 莫小魚只要有時間就加緊學習英語 現在已經可以和曼谷的司機用英語交流 怎樣?有沒有跟到? 莫小魚先去蔣玉賢房 蔣玉賢問 只是知道去了哪間酒店 不過我可以確認 那個女人就是香港參與綁架我老師的那個人 扑她的街 又這麼巧巧? 如果不是我們有事 我一定會弄她 莫小魚惡死能登地說 蔣玉賢沒有見過莫小魚的身手 也不知道莫小魚到底是否厲害 所以莫小魚的這些話 蔣玉賢就當是莫小魚在發狠 沒有他在心裡 反而是開玩笑地說 那就最好不過 你真的有本事的話 在床上搞定他 為國爭光 蔣大哥 我一直以為你是個很正派的人 怎麼會說出這麼流氓的話 莫小魚就爺語了 你就流氓 你的房間在旁邊 不如先換衣服 我們這樣的身世 一看就知道國內來了 蔣玉賢指了指莫小魚的衣服說 莫小魚望向蔣玉賢 發現這個人早就穿了泰國當地的衣服 走出去和當地人沒有兩樣 莫小魚握了握頭 回了自己的房間 洗完澡換好衣服之後 坐在桌邊喝了杯水 發現手機有兩個未接電話 都是和一個號碼打過來 於是就打過去 喂 你好 哪位啊 你好 是莫先生 我是喬四爺的手下 你現在是科備嗎 哦 科備 你過來呢 WL酒店701房 隔了一陣 有人來敲門 莫小魚還以為喬老四到了 開門一看是蔣玉賢 咦 蔣大哥 有事啊 莫小魚見到蔣玉賢面上的凝重 就問了 進去再說 蔣玉賢望了望身後 蛤 出了什麼事啊 嘶 我們好像被人跟著 蔣玉賢面色薩白地說 什麼意思啊 蔣玉賢沒有出聲 新開手 手心裡面 有一個筆沒有那麼大的東西 莫小魚伸手過去 拿了過來 回來覆去看了看 看不出什麼特別啊 但這個時候 蔣玉賢拿出手機 打給莫小魚 然後將這東西貼近了手機 就聽到滋滋滋滋的聲 很明顯啊 這東西是發射電磁波的 手機在這裡 成為了檢驗的工具 莫小魚在嘴邊動起手指 做了個禁聲的動作 開始按照特工問答上面的記載 在屋裡翻箱倒櫃地找了起來 不用一陣 一顆顆 和蔣玉賢手裡一樣的東西 都被找了出來 全部都是攝聽起 莫小魚的屋裡居然找了十幾隻 還不知道是不是全部 連同蔣玉賢手裡的那隻 莫小魚全部都放進剛剛浸好的水杯裡 指了指座位 視野蔣玉賢坐下說 蔣玉賢緊張地看了周圍 莫小魚就說 我這間屋裡應該是沒有的了 或者我們出去慣一下 聽說鄭黃廟就在附近 不如去看看 蔣玉賢點了點頭 不是為了出去玩 而是為了出去聊天 屋裡實在太不安全了 兩個人出了門 沒有叫車 就這樣向著鄭黃廟的方向走過去 蔣大哥 你認為是誰看著我們呢 我也不知道 但這件事很有景觀 我們來曼谷應該沒有人知道 公司那裡 只有買機票的人才知道 還有英總 但為何無緣無故有人提前把東西在我們房間 蔣玉賢就起眉頭問 莫小魚看了望蔣玉賢就說 蔣大哥 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 應該是你們內部出了問題 我說的是在泰國的這些人裡 有人把我們賣了 蔣玉賢一嫉 其實他都想到這點了 因為酒店房 是泰國這邊的先遣人員訂好了 他們直接就住進來了 現在出了這樣的事 蔣玉賢確實很難解釋 這些人都是英總的親信 沒理由的 蔣玉賢實在不敢相信自己被人賣了 唉 一切都有可能 而且如果是你們內部的人 也不會是他自己 背後可能還有人 而且對方的目的不明白 我看這件事還是小心一點 另一方面 莫小魚都很感激蔣玉賢 幸好發現得早 自己也是忽略了 進了房間 為何就像一個特工一樣 才檢查一次房間 否則自己在曼谷的一舉一動 可能都在對方的監控之下 而且如果陳婉營來了 那不是將他置於危險裡嗎 那下一步我們要怎樣 嗯 我覺得這件事 你還是跟英總說比較好 畢竟這件事不是小事 很可能影響到後面的行動 如果真是你們內部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解決 即使是成功 也可能會為他人做介醫 蔣玉賢點了點頭 拿出手機向英康寧做匯報 英康寧聽完這件事之後 也都猶豫了 畢竟這種事之前 是從來都沒發生過的 萬一出了問題 是沒有地方買後悔藥的 老長啊 算罷了 行動要放棄 靜觀其變 不過 撤聽器的問題暫時不要勝仗 這樣還可以等對方 都不知道我們搞哪科 算是一個移兵之計 等這件事過了之後 將所有人都撤退回國內 這些人長期在外面飄著 應該整肅一下他們的紀律 英康寧在電話裡對蔣玉賢說 那我是現在回去還是等一下呢 你先在曼谷那裡等著 等到這件事確實是被運到倫敦 那我們再想其他辦法 這一年你都辛苦了 好好輕鬆一下 告訴小儒聽 這一次的花嘯我全包 你帶她四周圍去玩一下 泰國也有不少名聖古蹟 你們都是搞古玩的 去開眼界也好 好啊 英康寧都是想得開的 不想得開的 都不想得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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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